我是送我出身的 这个月一号郭台铭在副手赖佩霞陪同下 亲自推着联署书到台北市选会交界 中选会十四号公布 联署人数为九十万两千三百八九人 超过法定门槛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每一份联署书对我都是一份责任 我们会继续费勇向前 郭台铭说要持续往前冲 但联署过程中却接连爆出了联署会选案 知道联署战有设置不发吗 他是人力派遣公司人员 在郭台铭连署站工作 这会以真人身份遭到约谈 张信前里长迅厚则被收押 监调查连署会选 已遍及了全台十三县市 超过二十九人遭到收押规见 而且越来越打咖 三十万交保的廖仙男子 原来就是鸿海集团投资的生计公司 董事长廖本阳 备受郭台铭重用 担任特助外 更指配他作为北区连署站的总部执行长 根据周刊报导 检方从他手机对话记录中 向上溯源 锁定了郭台铭另位亲近加成 是永林资产管理公司的副总裁 陈玉婷 不排除近期约谈 如果案情有突破 郭台铭恐怕也会被调查 郭办法案人黄世修 透过讯息回复 连署一切合法合规 相关报道不是事实 司法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针对传出将约谈永林副总裁 郭办则说 只因为陈小姐管理公司财务 就会以他提供资金进行对价连署 不合逻辑未经查证 澄清绝非事实 郭台铭连署尽管达标 但后续会选争议 却还没有画上绣纸符 三迅沈显上次显得不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